然後我剛剛是花了一點時間不夠 然後暫時找到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聽聽就好 因為目前只有經過一個法律系 在學學生的認證而已 然後 那目前的話台灣的司法流程的話 審理前的部分 民事是要先撰寫起訴狀去法院遞狀 那刑事的話就是 一般而言是有檢察官立案偵查 那也可以由當事人提起致訴 然後立案偵查要檢察官起訴後 法院受領接下來就會開庭 開始進入到裡面 那主要審理的時候 會分成準備程序和審判程序 那準備程序的時候會人別訓問 檢察官陳述起訴概要 就是通常他的起訴 陳述方法是說如起訴狀所窄 另外他東西已經都交給法院了 然後叫法官自己去看書 然後那個法官他就會告訴當事人說 你有什麼義務 比如說你可以保持接末啊 你可以不要不治正己罪這樣 就是你可以不用證明自己有罪 你可以對自己的罪嫌 你可以說謊之類的 那再來法官就會對 然後當事人他 當事人他就要開口說 他對當時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那他犯罪狀況是怎樣 是不是如起訴狀所寫的樣子 那再來就是法官會決定是不是適用 檢視審判程序或檢疫程序 然後要求兩邊提入證據 那一般如果是第一次開引的話 如果律師沒有提前準備大概就是 拿不到什麼證據的啊 就是通常就是 檢察官他會說證據如起訴狀所窄 然後法官然後律師就會說 證據的話我們之後補 然後就修庭了 然後接下來的部分就是 下一次的準備程序這樣子 然後後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照顧看一下劉強 那再來就是 審判的時候就是 就是一樣程序起訴要職啊 然後 不好意思 然後 調查證據 調查證據其實就比較常 就是大家常看到法官那樣 傳喚證人啊 然後怎麼樣基本上就是在調查證據 那調查完了以後就是 調查科型資料 延遲辯什麼的 然後最後就最後陳述 然後就宣判 然後讀判決 那我剛好找Google一下 找了一下發現那個 基隆法院金融法律程做出來 大概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在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需要我們的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那接下來檢方起訴的部分也是一樣 就是 這是另外一個網站做的郵程 那感覺不太一樣 我現在看出現在後的巨攤這樣 那再來是民宿的訴訟程序 因為我沒有辦法花太多時間 所以 我這邊只有Google到一張圖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算起來起訴不好 然後起訴程序 然後就 很多 那宣判了以後呢 如果是民室的話 宣判以後他起訴狀會送到你家 那如果你收到起訴狀的話 就是所謂的送達 送達後民室的20日內 20日內如果說你覺得他判的有問題 你可以上訴隊員法院上訴 那刑事的話是10天以內上訴高級的法院 那如果你沒有上訴的話 那就是判決確定 那如果判決還沒有確定的時候 你就先上訴 那上級法院如果覺得上訴有理由的話 他可以把原案的判決廢棄 然後發個更生 他也可以受理從我自己來審理 不要由下面的來審 那他也可以就是駁回上訴 就是說上訴就沒有道理 不管理 那如果說你時間內沒有上訴 那判決確定以後 又發現新的事實 然後這個事實可以動搖原判決的刑事證 那你就可以再提起再審 那這邊的話 其實台灣以前的法院有幾個判例 嚴格的限制了再審的一個認證 那這個判例比較奇特的地方是 有一些判例它是依據特種刑事法 也就是戒嚴時期的法律而成立了判例 但是它卻限制了 台灣現在的刑事訴訟法的再審條件 那這個判例目前因為 好像是今年年初的修法 目前這個判例已經被廢止了 那所以台灣的司法又往前走了一步 可惜很惡 那最後就是三級三審的部分 那台灣的三級三審大概第一審是四十審 就是審理了解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二審還是四十審 再了解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兩個可以完全不一樣 也可以一模一樣超過 都可以 然後三審的時候法律審 就是審理看看這個事實 跟法律的認定是不是合乎常理 然後呢三級三審就結束了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那這個坑還需要 後面有一些參考資料大家可以看 就是比較長的文字描述 那這個坑目前我可能還是需要再找幾個律師幫忙看一下 然後再來呢 需要有人來幫忙圖像畫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村長 好 謝謝 因為明明就有律師跟法律說 欸 你就有律師 還是嗎 都不行 對啊 好 那 呃 等級